竟然跳到美女 人都說紅歌淚色的 OK啦,不是浪 你不看片段嗎? 成快啊 好漂亮 大家好,我是Middy哥 人剛剛到拍攝沒多久 不過拿不到音樂器材過來 所以就這樣用Mac機錄著人聲 大家多多包涵 另外,我其實是第一次拍Vlog 所以有時有手震 又不敢拍些人 三族又弄得不太好 所以大家多多包涵 希望在四五條片之後 就會做好一點的 多謝你們 事不宜遲,我們去第一個地方 好,第一集我們會去拍攝市中心的Sherping Talk 看梵高的Live 或是在澳洲金曼的Youtube 我們會帶大家去看看沉浸式的梵高體驗 一天門後就看到一幅香日葵 但其實我不太記得它是十五朵還是十四朵的香日葵 因為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有人記得就告訴我 那天花版就是梵高的Armond's Blossom 然後右邊就是梵高最出名的back room 做的一個背景 我也拍了一張照片 來到一間房間 當然以梵高的Story Night為主題 但我不太分到是Over the Horn 還是Story Night 背景音樂就是韓德爾的SALABANDA 為了讓大家可以更加感受到 這個沉浸式梵高的多媒體體驗 我盡量會保留多些畫面 所以就未必會太多龐白 背景音樂就是韓德爾的SALAB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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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ABANDA 中間其實我忘了一段時間 不過我簡單簡單 梵高在成為畫家之前 他也在英國做過一段時期的SALABANDA 跟我們香港人一樣 都是做SALABANDA 起價的 不知為何變成了變化藝術 有幾有趣的 梵高雖然大家都經常說 向日葵的SALABANDA 但其實它有很多 其他畫、素描、日本風 其實有很多畫 如果大家想 去跑梵高的畫 其實荷蘭有一堆 博物館 聯合了 做一個FANGO的Worldwide 用來看畫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自己跑一下 這段背景音樂有點像Piersola 我就不肯定 因為我沒有聽過 沒有去查看是否Piersola 知道的人 又可以跟我說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音樂 這首古典音樂界的公廁歌 大家都知道 我其實每次一聽這首歌 我就想起這個MAYOYO 馬右又有拉過 我不知道是否誤會他 他應該有的 以前中學看過這部電影 叫Score of Rock Jak Bag 就在餐廳跟阿Sir的MISS 吹水 就說 喂 就說自己考音樂家 結果馬右又有Carson 挺好笑的 大家找回這部電影來看 題外話 我以前彈古典結他的時候 都彈過這首歌 因為有個古典結他版本 不過本書 我去年就買了給別人 因為現在很少彈古典結他 好像是不知什麼Rite的改版 Eric 沙田 我喜歡 我喜歡 好 之前天花版的Armonds Blossom 這次的音樂就是Sakura 為什麼混合了 是他畫的 是嗎?這幅他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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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年代 經過一陣子的 他和Degas那幅畫的 他畫了任何東西 不是這個 這個我知道 但是 這些真的浮世過 這個 這個 所以我懷疑剛才那幅也是 這個 這個 是嗎? 不奇怪 這個 那個風格很像 很棒 他有這樣偷 那時候很多人像派 都是偷的 剛剛那時 東南 我經過 這個 這個 是 是 很奇怪 我們剛才進來的時候 可以說他出生 是啊 日後開始 是日後 是 好 是 是 有 少 有 梵高,其中一幅最有名的Cafe at Night 這幅屋就是這裡 Dari Lai 出場了 而我的相機偏偏沒有電影 不過不要緊,其實我都拍了很多 我看過 我剛才看過,是不是真的有影響 很快 是不是在這裏 歡樂時光真是快 如果大家對梵高的沉浸式表演有興趣 你們可以去梵高.com.au 他應該會去澳洲其他地方 這個展示範圍一直都是一個盛事 所以上網找到很多資料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的Midi哥 我下集會繼續進步 多謝你們,拜拜 我下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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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種短暑的 1點 2點 4點